就在俄羅斯總統大選即將來臨之際 卸任總統普丁被指控向國內頭號政敵 也就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痛下殺手 為何俄羅斯公司不把他的身體送給他 你有什麼東西要遮蓋 我認為原因是簡單的 因為科學科學研究還未完結 納瓦尼日前在北極流放地奏事 震驚國際社會 事發至今俄國當局人 未對外說明納瓦尼的確切死因 在此之際他的遺孀 尤利亞娜瓦娜娜娅挺身而出 錄製了一段影片指控殺人兇手就是普丁 尤利亞強忍泪水控訴普丁 不僅奪走他丈夫的性命 還試圖扼殺俄國反對派對於自由的希望 不過尤利亞不但沒有因為悲痛而萎靡不振 還誓言將繼承丈夫的遺志 把握每個機會反抗戰爭貪腐和不公益 為爭取公平選舉和言論自由奮鬥 並且立志要躲回國家 除了發布聲明之外 尤利亞也立即動身前往比利時布魯塞爾會見歐盟官員 以及各國外交部長 展現她反抗普丁的決心 然而有專家認為尤利亞想要透過國際社會的力量 改變俄國政壇現況 並非一件容易的事 也看俄國大選不到一個月就要正式登場 少了納瓦尼帶領反對派 普丁的當選在外界看來可以說是毫無懸念 而國內反戰的聲音恐怕也將因此成為過言淫焉 環宇新聞是非正在綜合報導